今天就給大家帶來永樂宮壁畫的第二期 鳳寶玉女 鳳寶玉女會於三清墊西壁中部下層 面向俊俏 雙目前世 溫柔顯雅 按照之前的方法 我們用砂紙掐絲做好這套的配件 並用顏料上色 上色完成 現在用UV膠封層 封層後就可以組裝了 鳳寶玉女頭戴花冠 儀態端莊 給人高貴富麗的感覺 這樣的髮飾在以往製作過的中國古代造型中比較罕見 我也是第一次嘗試 也讓人感受到中國古代造型的博大精深 這個呢 這個呢 頭罐前部組裝好了 現在我們來製作左右兩側的部件 先用麻花絲做出壁畫中的外形 中間平行綁上金色的銅絲 以支撐金色的網紗 三條扁層絲 用膠水蒸在網紗上 再用豬鏈進行裝飾 再用豬鏈進行裝飾 現在來進行填色 三清店壁畫人物觀飾形制 都來源於宮廷服飾 綠色和紅色的色彩搭配更加的凸顯了豪華富麗 甜色結束後 封上UV膠 紫外線燈烤乾以後 就可以進行裝飾了 兩側的部件先用花片連接起來 最後再用灌身進行組裝 頭飾就做好了 想看配戴效果嗎 那就繼續關注後面的視頻 接下來將繼續為您呈現 永樂宮系列作品 永樂宮壁畫整個系列的服裝 還是由我媽媽來進行製作完成 由於壁畫脫落 我們參考了很多的書籍資料 把鳳寶玉女的服裝 製作出來了 如果大家對服飾製作感興趣 請留言告訴我 之後我會為大家拍攝剪輯我媽媽的服裝 製作視頻 之後我會為大家拍攝剪輯我媽媽的服裝 製作視頻 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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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